另外来关心到的是台中的台湾大道 在晚上发生了一次离奇的死亡意外 一辆黑色的自小客车后床开着 车子已经熄火 但是民众发现驾驶躺在座位上 已经死亡多时 警方到场发现驾驶没有任何的外伤 怎么回事 联系记者 张浩 是的 主播 各位观众 画面中可以看到一辆黑色自小客车 停在台中台湾大道上 管前路口的转弯处 黑色自小客车已经熄火 而且它的后座车窗打开 现场也围起了封锁线 许多警察忙着搜证 因为民众发现居然有人沉湿在车内 车里头的驾驶躺倒在驾驶座上 已经明显死亡多时 而警方确认死者没有外伤 车上也没有违禁品 据了解这辆车中午时 才在台湾大道的另一边 与两辆车发生碰撞 驾驶处理完车祸之后 就将车停在转弯处 之后就没有离开 直到晚上9点多时 被民众发现 他已经在车里头弃绝身亡 详细实因还有在警方调查理清 以上最新主播 好特别注意了 金融陆地下到汽机车 共用北向的路段 内线进行机车 其实超过16年的时间 常常尖峰时段都会塞塞塞 北市交通处将会开放 机车行驶内线 预计8月中之后 就会正式来上路了 希望可以改善 不过很多人都说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不然有可能会发生车祸 或者是碰撞了 另外来看到惊险瞬间 南投仁爱 有一部的搬家货车的 公司的货车 大雨之中赶路 山路上切换双黄线 逆向超车 真的超危险的 另外来看到台北市 也有女骑士 是因为路面不平往外切 撞到了另外一辆的摩托车 所以倒地了 好 一起来看 惊悚瞬间 左侧摩托车往外切 与外侧机车撞一团 又重重撞上桥边 他大哥那边出车祸了 有人摔车 目击民众急着报警 撞击瞬间 女骑士疑似重心不稳 往右侧切 撞上一旁摩托车 两人当场残摔 惊险万分 下巴骨折 没生命危险 实在命大 惊险画面也发生在 南投仁爱山区 前方这台搬家公司大货车 大雨之中 疑似为了赶时间 速度跨越双黄线 逆向超车 在干嘛 对象来车逼近 都快开上路旁水沟盖 惊险连连 尤其现场大雨不断 左右超车 更让后方驾驶 捏把冷汗 云林西螺 还有这台白色轿车 没打方向灯 从外线横跨三个车道 集前内线 后方驾驶差点撞上 没想到将影片投诉 警方却说 行车记录器画面 有四十分钟时差 无法受理 因为举发案件 照片或影片上 必须标示时间浮水印 时间误差 也因此成为开发漏洞 记者综合报导 外送员虽然不容易 有一名外送员送餐 但是遇到公寓 刚好在洗楼梯 他想说直接放餐点 会被淋湿 所以他上到三楼之后 联络客人出来拿 但对方不拿餐 还说你不会放着 让员彭忍不住抱怨说 开门拿餐不到十秒 怎样外送员的时间 不是时间 很多人都觉得 真的是替他抱不平 不然直接放门口 但也可能会遭到负评 另外很多人 客人都会从外送的app来看 这个外送员要到了没有 但是就看到了这个的对话 原PO说因为在等红灯 但是客人就直接说不吃了 还说等了真的是太久了 有人就说真是有钱就是任性 还有同业提醒说 记得要回报客服 不然到时候有人说 根本就没有拿到餐点 那就倒大煤了 另外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说 冰箱里面你冰着鸡蛋 冰太久了 你到底要怎么判断说 这还能不能吃 还新鲜吗 营养师就分享了 其实不用敲破它 不用打开来 还知道说鸡蛋新不新鲜 而是你可以直接一秒来测鲜度了 冷水里面加5%到6克的盐 把蛋放进去 如果下沉就是新鲜的 浮起来的话就要特别注意 因为里面跑空气进去了 冰箱里鸡蛋排排站 冰了一段时间 这些蛋还新鲜吗 聞味道之类的 敲下去的话是完整的 民众判断鸡蛋新鲜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闻 或是敲破看蛋黄完整度 有营养师教一招 不用打破蛋就可以秒判断 一颗蛋新不新鲜 准备冷水加入水量 5%到6%公克的盐 接着把蛋丢进去 结果一秒出炉 新鲜的蛋会下沉 不新鲜的会因为气体多 而浮上来 蛋放久了 它的那个水分蒸发 那蛋里面充斥的空气 所以它的密度变低了之后 它就往上浮 添热鸡蛋容易坏 烹调时需使用到多颗蛋 最好使用三段式打蛋法 首先洗蛋后敲开 放进一个碗 检查有没有坏掉 若是没坏 再放进另一个碗 与其他新鲜蛋集中 这么做能避免污染 就不用怕因为一颗臭蛋 整道美味料理还料料 记者许玉文王世函 台中采访报导 连线记者张浩告诉我们 是的 主播各位观众 高雄子官区一栋民宅的一楼 物业时发生火警 消防局获报后 立即出众14车 总计28名消防员前往救援 火石在30分钟左右就被扑灭 画面中可以看到好几名消防员 破坏铁卷门 赶紧进入民宅内 民宅里头的墙壁被扫得焦黑 消防员打开手电筒 仔细寻找还有没有居民困在里面 现场救出一名富人 因为吸入农烟 所以呛伤送医观察后没有答碍 更可怜的是屋里头 还有一只打直的黄金猎犬 他的毛发被烧得焦黑 还疑似因为吸入农烟被呛的吐血 主人将它爆出来后 放在地上仔细安抚 至于详细的火灾原因 还有带锦销进一步调查厘清 以上最新主播 另外来关心的是疫情席取全球 不少的店家饱受摧残 无奈席登 再看到了新北市新庄 就有一家营业了27年的冰店 突然宣布停业 贴出了公告写说 感謝顾客27年来的照顾 本店将在今年回家吃自己了 店家说没有被疫情打垮 却是被无情的房东给打败了 说房东坐地起价 月租金直接从65K涨到90K 根本没办法附和只能被迫歇业 很多人看到了之后 都觉得很错愕 说难怪人家说 当房东真的是胜过一切 另外来看到台北市了 有一名帮派背景的理性男子 脸书社团 是用高薪等等的福利来招募 台湾人到柬埔寨担任打字员 小心注意千万不要被骗了 因为被害人到了当地之后 直接被软禁殴打 被迫从事电信诈欺的工作 反抗就会被打 半年来是高达了82人受害 现在还有73人被困在当地 特行队员快速破门 进入屋内强力攻坚 黑衣男子间的远警持枪 连忙举手投降 警方并分三路 分别攻坚帮派据点 甚至还查获模拟枪 原来他们不止涌枪自重 甚至涉及跨国人口贩卖 卖的还是自家人 警方浩浩荡荡 一共逮捕九名嫌犯 走在最前头的 就是拥有竹联邦背景的理性主嫌 他们照片手法千篇一律 就是在社群媒体刊登广告 宣称会打字就可以月入七万以上 还能帮忙还清债务包食包住 吸引年轻人到柬埔寨工作 许多人一听以为是出国打工 燃起掏金梦之后才发现一切全是空 以求职诈骗这样的一个方式 骗到柬埔寨去从事 一个电信诈骗的一个案件 说好的高薪出国到头来 只是沦为诈骗人头 被卖到柬埔寨的台湾人 主要从事网路电信诈欺工作 但不只工作环境差 只要想反抗 就会立刻遭到毒打 想离开还得拿出50万台币 属身 半年内已经有82名台人受害 目前仅仅救出9人 其余依然受困柬埔寨 被害人身心受创 甚至PO文表达寻短意图 全因在异乡生不如死 警方目前除了营救其余被害人 也将持续扫荡人蛇集团 避免更多台人受苦受难 这是杨七号由淘台北采访报道 水神雾化器 好 就是这台 它24小时在我们这个 环境的摄影棚里头 基本上是随时的在做 空气当中的清销 我们现在水神雾化器呢 也有像这样 迷你的这么小台水神雾化器 请大家呢 像快点GO下单的时候呢 输入我的代码CTI 588 会有蛇扣优惠